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发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随着特斯拉股东大会接近 这几天各种消息不断 包含了带动今天特斯拉股价 逆势上涨的好消息 以及关于马斯克薪酬奖励方案的各种攻防 精彩程度 真还不输台美的选举啊 另外还有关于马斯克之前大刀阔斧的裁员 后续的影响近日也逐渐浮现 以上这些内容都会在今天的影片与各位分享 希望各位总是透过我的频道 来了解电动车 尤其特斯拉相关动向的朋友 能够帮我的影片按个赞 并且确认你已经把追踪键给按下去 这就是支持我花大量时间帮你整理资料 以及剪辑影片的最实质鼓励啦 当然每当我有好地也会跟各位分享 像富途虽然结束了超低开户门槛的活动 但目前的奖励依旧大方 对有些人来说甚至可能更好 以美国的朋友为例 新开户并且入金1000块美金以上 就可抽15股免费股票 并且前三个月闲置金额 再给超高额的8.1%的利息 另外加拿大以及澳洲的朋友 也都分别含有免费股票 或者Apple Gift Card等好礼 详细活动规则与内容 还请透过我说明栏里的连结 去看看跟申请 相信许多朋友等了好久 就在等这个大场面啦 根据路透社的独家报导 来自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特斯拉正准备向中国当局 注册FSD软件 先让员工可在中国的道路上驾驶 再过几个月后就可以向其他普通用户 推播FSD功能了 而且除了现有的买断值之外 预计未来也将会推出订阅制 价格相当于98块美金左右 所以大家先别急 在FSD还没正式上路的地区 我一律建议大家先无需购买 加上目前中国FSD买断定价 64000块人民币 换算美金约8800块左右 反而比美国的定价还要贵 所以不如等订阅制出来 再做决定就好 更况尤其在中国市场 在特斯拉也加入后 我预期自动驾驶的竞争 将更为白热化 目前理想和小鹏汽车 甚至在高端车型上提供同样等级 但是却免费的自动驾驶系统 所以未来不只在技术上 在价格上 我看也将会有一番的厮杀 最近我们也看到 华为跟小鹏汽车纷纷表示 他们已经开始研发自动驾驶 由端到端的AI人工智慧模型 基本上就跟特斯拉所走的道路非常雷同 不过特斯拉近期 在大量的NVIDIA H100晶片的助阵之下 B12版的FSD驾驶能力迅速提升 这部分身为驾驶的我非常有感 再加上特斯拉目前拥有 世界上最大的车队 能够收集大量的数据 喂养AI进行FSD的训练 所以短期内 我感觉特斯拉的优势依旧存在 不过面对中国 明显比北美地区更加复杂的路况 FSD登录之后它的表现究竟如何 我猜不久后答案就会揭晓了 而且我也思心希望 连自驾系统都开始进入价格战后 全球的消费者都能够以更负担的起的价格 拥有更成熟的自驾 到那时候我们的驾驶 真可以说是正式进入下个世代了 不过在那之前 我还是要特别强调 目前特斯拉的FSD 依旧是在LV2的辅助驾驶等级 不只我自己 网路上偶尔也会看到 需要有驾驶马上接手的情况 当各位收到后 绝对还是要随时紧定路况 因为一旦出事 特斯拉可不会帮你承担任何责任 不过或许因为这项好消息 今天大盘普遍下跌的时候 特斯拉的股价逆势上涨 由于特斯拉的股东大会日期越来越近 这场股东大会可以说是 这几年来最重要的一次 因为有好几项重要的投票 正在进行当中 包含了特斯拉的总部 是否要牵制德州 董事会成员的提案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关于马斯克近560亿美元的薪酬奖励计划 马斯克能不能成功拿回这些钱 全看这次投票的结果了 而特斯拉也特别建立了一个网站 来争取投票支持 有资格却还没投票的朋友 我把特斯拉的官方连结 放在下方的说明栏里 随着投票截止日期逐步逼近 我之前也说的 可能会有越来越多重量级机关或者人士相继表态 果不其然过去这几天 正反双方都有人站出 其中特斯拉与马斯克甚至还发文回应 可见这些表态是占有一定影响力的 其中包含了代理顾问Glass Lewis 公开对马斯克的薪酬方案表示反对 Glass Lewis是家全球领先的股东会 与公司治理研究机构 这家公司帮助机构投资者了解 并与他们的投资公司建立联系 他们发布的报告和建议 影响了公司在股东会上的决策 在上个周末他们发布了一份长达71页的报告 建议股东应该投下反对票 不管是签总部计划 马斯克包弟Kimbo的许认董事 最重要的就是关于马斯克的薪酬奖励计划 而他们主张反对的理由是 如果通过的话 给予马斯克的振股数量 所带来的稀释效应实在太离谱了 他们指出以美国大型企业为例 上一财政年度所振股的平均稀释效应 约为流通股的1.86% 而马斯克如果顺利获得这薪酬奖励计划的话 所产生的稀释效应将高达8.7% 不过特斯拉也提出反击 在一封名为Glas Lewis 关于特斯拉的错误之处的信中 针对Glas Lewis报告中的9个段落进行了反驳 大一是该公司忽略了关键的因素 使用了错误的逻辑 并且依赖于猜测和假设 而且他们的担忧完全忽略了事实 从2018到2023年 特斯拉为股东创造了超过 7,350亿美元的市值 正是因为马斯克帮特斯拉实现了许多人 认为极其困难 甚至不可能达到的业绩目标 所以特斯拉重申希望股东 可以支持马斯克的薪酬方案 并批准公司将总部转移到德州的计划 特斯拉认为协议就是协议 这是公平且合乎道德的做法 另外除了这间代理顾问公司之外 现在甚至连美国最大养老基金 也就是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 CalPERS的执行长也公开表态 反对马斯克的薪酬奖励方案 CalPERS出面反对这可非同小可 因为他们拥有特斯拉约950万股的股票 是特斯拉名列前30大的重要股东之一 而这位CalPERS的CEO 在接受CNBC反弹时说到 截至目前为止 他们并未与特斯拉就薪酬方案进行过深入对话 因此他们不会支持这项提议 他们认为这一薪酬方案与特斯拉的业绩并不相符 而这段发言更引来马斯克本人出面回应 他说这位FORCE的话毫无意义 因为所有合约中的目标都已达成 并且指该养老基金出尔反尔 不过由此也可看出CalPERS的立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事实上两边说的好像都有道理 因为马斯克确实曾经达到2018年时所立下的获得奖励资格 也就是带领特斯拉的市值 从当时的500亿美元左右来到6500亿美元以上 但尴尬的是从今年初开始一路下滑 目前是在低于目标的5600、5700亿美元左右 所以这样到底算不算达标 就看各位怎么想啦 由于我相信股价是无法猜测的 所以特斯拉未来能不能够占回6500亿美元以上 这还得取决于他的FSD能比其他车厂领先到什么样的程度 以及无人计程车跟机器人计划是否能顺利推行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万一这次投票没过的话 先来不论马斯克是否真的会带着产品出走 但光他所拥有的新创公司XAI在前几天新一轮的融资中 筹集到了60亿美元 公司的估值来到了240亿 马斯克的铁粉马上善意的提醒大家 请大家小心投票 否则马斯克可能会通过XAI来追赶特斯拉的人工智慧 而另外一位于特斯拉界非常活跃的知名金融分析师 Gary Black在昨天也发文指出 如果薪酬方案没有通过的话 马斯克有可能会离开特斯拉 或者把他的才能与精力投入到其他公司 例如XAI 以上这种言论 我已经可以想见如果最终投票真的没过的话 特斯拉的股价将迎来一阵大崩盘 但也因此我很难想象 手上握有特斯拉股票的股东 尤其赏户们会投下对自己不利的一票 所以我还是觉得最终薪酬奖励计划应该是会通过啦 只不过近日接连几个大头出来反对 确实也增添了不少紧张的气氛 但同时我也嗅到了里面或许也有政治的考量 因为不管今天提到的CalPERS 或者之前提到的纽约市省记长的公开反对 这两个地方都是民主党大本因 而昨天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这几个月来马斯克与前总统专谱每个月都通话数次 报道更来说如果在11月美国总统选举川普胜出的话 他将考虑任命马斯克担任政策顾问 主要是想借重他对于经济 以及马斯克也很关注的边境问题产生影响力 不过就在我现在录影的当下 马斯克于X上回复说到 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他在川普 潜在总统的任期内将担任什么角色的讨论 但我在猜就算到时川普真的邀约了 我并不觉得马斯克会答应啦 但光是他与川普之间的频繁互动 也不难想见民主党铁杆州会有所动作 只不过最终是否会影响到投票结果 再过没几天我们就会知道答案啦 但这阵子这些热闹的攻防 真的是不亚于真正的选举 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觉得 最终投票结果会是怎样呢 欢迎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 不过由于马斯克的形式风格实在是与众不同 造成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两极 真的不久前他大刀阔斧进行裁员 甚至连整个超充部门都被裁掉 我当时就说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是不是不久后 有些被裁掉的人又会被请回特斯拉工作 果不其然前几天特斯拉超充站的一名成员 在被解雇几周后又被特斯拉重新聘用了 同时他也解释了回来的原因 在当时马斯克要求特斯拉超充主管Rebecca 必须解雇15%到20%的特斯拉员工 但在那之后马斯克要求再解雇更多人 而Rebecca拒绝了 因此马斯克直接一刀 把整个超充部门包含了主管Rebecca 都一起给解雇了 同时他立即向其他主管发了一封email 这杀鸡警猴警告的意味非常浓厚 继续我在之前的影片跟他详聊过了 当时马斯克的拥护者认为这刀砍得好 因为特斯拉已经无需超充团队 这样的言论在我当时的影片下面留言也有不少 但我个人却对整个超充部门被拔掉感到忧心 除了感觉到这个决定有点意气用事之外 超充部门不但是特斯拉之前之所以成功的最大关键 未来我相信也会持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讲白点 如果没有超充部门之前的优良规划 颠覆了人们 认为电动车无法做到长途旅行的观点 才有可能造成现在电动车的盛事 如果不是因为超充部门 我敢说特斯拉将很难达到6500亿美元的市值 但这么重的部门 尽可一夕之间说砍就砍 一个都不留 结果现在我们开始看到 有十几个被fire的成员 重新被雇用了 而这位任职超充站地点收购 和业务开发的高级经理George 除了宣布她回到特斯拉之外 同时也很暖心地解释她回来的原因 正是因为她的前主管 Rebecca讲过的一段话 Rebecca称说 你在特斯拉工作 是因为希望透过加速达到永续能源的过渡期 对我们共同的未来产生一些影响 渴望我们的后代子孙 甚至他们的子孙 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这项任务太重要了 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干扰 也正是Rebecca说过的这段话 让这位George决定回到特斯拉任职 我不知道各位大家心里怎么想的 但我自己心里是感觉暖暖的 是想如果你刚被这家公司 毫无来由的解雇之后 你还会愿意回去继续效力吗 而且我相信 以目前电动车市场的成长 这些被解雇的员工 想要立谋高就应该不是问题 所以至少对这些 愿意回到特斯拉的员工来说 都是做了个了不起的决定 而我也很开心 看到她还特别提起了Rebecca 在我频道这边的留言还好 但是在X上面 尤其马斯克的铁粉们 当时对这位Rebecca的评论 可没客气过 而现在看到特斯拉又开始 把炒掉的员工重新聘请回来 某个程度上是否说明 当时的决定真的太过仓促了呢 而特斯拉先前的大裁员 现在看起来消费者端 也受到了些影响 有网友在Electric上分享了 她把Model 3换成Model Y的过程 亲眼目睹了裁员后 对员工士气与客服 造成了多严重的影响 原本负责处理她换车的专员 在裁员开始后就不再回复讯息了 直到她不断的发送Email与简讯 才总算又有了回应 由于人手短缺 交车过程中 当有问题 需要找真人时 却永远都找不到 而当她难得有机会 与特斯拉员工讲到话时 她很直接的问 裁员是不是导致人手不足 甚至影响士气 这位员工先是沉默 然后回答自通电话正在录音中 接着她在追问 那她就认为这是默认了 而这位线上员工 也只能紧张的笑 而当她来到交车中心 现场的员工则是很坦白的跟她说 没错 他们每个人的士气都很低落 因为他们工作过度 人手不足 整体而言状况非常的糟糕 而我在之前的影片也说过 大公司每年进行 例行性的裁员是常态 除了趋无存心之外 同时也可增加心血 但在我来看 特斯拉之前的裁员 似乎有点不一样 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 最近需要跟特斯拉客服 有往来的呢 不管是买车还是维修 不知道你的体验如何 是否有感觉到 受到裁员的影响 欢迎你可以在影片下面 留下你的感想 今天的影片 就去看看到这边 希望各位可以更了解 关于特斯拉这几日来的动向 您走前也希望大家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并且追踪其我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想获得复读 免费15股股票 以及超高额的 8.1%利息的朋友 记得要透过下面的连结去申请哦 我们这下支影片 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感谢你的欣赏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